白宫7月21日发布声明表示 拜登总统今天上午确诊新冠肺炎 他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 并两次接种加强针 症状非常轻微 已开始服用新冠口服药PaxLovit 拜登将在白宫接受隔离 在此期间将继续全面履行其所有职责 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当天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 将继续在底特律和乔治亚的行程 CQ News和Freddy Mac的数据显示 6月份南加州房屋月供额 同比飙升了44% 达到创纪录的3311美元 房屋销量暴跌25% 30年期贷款的三个月平均利率为5.24% 利率暴涨压垮了借款人的购买力 购买力一个月内下跌5.6% 一年内下跌19% 这是自1988年以来的第二大12个月期跌幅 在一个月内 南加地区的预估月供增加了123美元 增加了3.9% 与一年前相比 每月支付给贷款机构的款项增加了1,021美元 增幅达45% 洛杉矶县警察局LASD 7月20日上午发布严重警告 提醒家长们警惕大麻糖果落入儿童手中 LASD 阿尔塔迪纳分局在推特上写道 请家长们特别注意 大麻药房正在以创造性的方式包装他们的食用品 以避免被发现 要了解你的孩子购买和摄入了什么东西 该部门分享了一张照片 里面有类似于里斯花生酱杯 星巴克 奥利奥 湿利架等产品的包装 卫生官员表示 大多数情况下 儿童食用含有大麻的食品 不会有严重的反应 然而 有些人会进急诊室 有些人不得不住院 年幼的孩子可能会变得非常困倦 有时甚至会呼吸不畅 在最罕见 最严重的情况下 儿童可能会癫痫发作 7月21日 印度民主联盟推选的候选人 穆尔木获得64%的选票 当选印度第15任总统 她是第一位出身部落地区 印度第二位女总统 她曾当过教师 后来成为一名女性政治家 她一直致力于推翻 对部落社区不公平的法律 按计划 穆尔木将于7月25日宣誓就职 7月21日 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官网消息 在依法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涉嫌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的过程中 查实该公司违法多部法律法规 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达647.09一条 共存在16项违法事实 决定对其处人民币80.26亿元罚款 并对该公司董事长兼CEO 成为总裁柳青 各处人民币100万元罚款 对此 滴滴出行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称 诚恳接受 坚决服从 严格按照处罚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全面深入自查 积极配合监管 认真完成整改 7月20日 北京市教委介绍 今年9月秋季开学后 全市所有区都将开展教师交流轮岗 此次的轮岗工作将不会打破行政区化 而是在学区内进行轮岗 北京市教委明确表示 充分考虑到教育供给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所以在工作方案中提出 干部教师的交流要以最基本的教育周期为单位 比如至少是一学期 甚至是一个成长周期 在学段中保持教育供给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据北京日报今年4月报道 即东城密云先行启动试点中小学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后 本学期西城、朝阳、海淀、大兴、延庆、门头勾六个区也加入其中 全市有近万人次的中小学教师通过不同方式交流轮岗 去年8月 据中国新闻周刊 义居研究院智库中心认为 此类改革下师资力量会均衡 所以一定程度上会打击一些小学的名校光环及学区房